大家好 最近在街市见到有新鲜的义母草 所以买了回来滚汤 滚这个义母草瘦肉鸡蛋汤 这个汤很适合女性喝 可以活血调经 行血散鱼 而且这个汤非常好喝 想知道如何用义母草滚汤 还有义母草的好处和忌位的话 欢迎你继续看下去 在看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潮妈教主这个频道 和开启小铃铛 以后有新片你就不会错过了 这些就是所需要的材料 详细的食谱在片尾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这些就是义母草 它的叶比较大的 条款比较细 比较幼 义母草 微生苦 性微寒 可以活血调经 尼尿消肿 新鲜的义母草 比较少见 通常要六七月才有得买的 通常用来滚汤和煎蛋 而干的义母草 比较常见 可以在药材店买到 通常是加红糖和鸡蛋煲水喝的 今次我就用这些新鲜的义母草 来滚汤 首先我们就要摘走 那些义母草的根 有些人喜欢 是加些根 下去煲的 都可以 不过就一定要洗干净 首先用水洗一次 义母草有五大功效 最主要是第一项 改善月经不顺 即是调经 最适合服用义母草的人 就是一些乳血体质 它们的唇舌 颜色是暗指 手指和脚指都是紫白冰烂 月经不调 而且它们容易惊痛 血快多 第二个义母草的功效 就是可以帮助产妇 产后子宫康复 第三就是利水消肿 四就是抗氧化 抗衰老 五就是清热解毒 可以舒缓皮肤含氧 然后再加些盐 用水洗多一次 虽然义母草有很多好处 但都有不适合服用义母草的人 就是一些体质偏向的人 孕婦都不适合服用义母草 因为有机会引起流产 还有就是一些 胃部母乳的婦女 还有有凝血障碍 或者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 都不适合服用义母草 最后再过一次水就可以了 洗这个步骤就比较麻烦 但是真的要洗干净 因为新鲜的生草药 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泥沙 然后把它瓶干水备用就可以了 处理完义母草 现在就处理瘦肉了 瘦肉买回来用水洗干净 再用厨房纸印干它 然后切片 加些豉油 糖 生粉 腌一腌它 腌15分钟 然后就可以处理鸡蛋了 我们打了三只鸡蛋 鸡蛋有几个做法 你可以做煎蛋 或者煎荷包蛋 甚至做蛋花汤都可以 我今次做了煎蛋 打散了蛋 打散了蛋 煎了它 然后分开小份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煎蛋 放入蒜 鸡蛋 用水洗干净 然后切片 几枝 用水洗干净 备用水洗干净 备用 现在可以滚汤了 汤煲加点水 加姜片下去 大火煮滚 然后可以加瘦肉片 煮一分钟左右 会有些浮沫浮上面的 捞走它 再加其他的材料下去 义母草 煎蛋 杞子 加大火煮滚 煮至微滚 就可以加些盐 煮至大火煮至大火 煮至微滚 滚起的义母草 最好趁热喝 味道非常清甜可口 一点都不苦 但如果你不是即时喝 最好捞起义母草 如果不是义母草浸太久 就会很苦 未必人人接受到 另外食用义母草 都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在旌旗的前后三至五日食用 旌旗期间就不要食用了 和义母草不可以大量食用 都不可以日日食用 长期食用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按赞留言 和分享